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街 明镜公园 秦王宫 青宁上湖图 华夏文化园 明镜民居博览城等等 跨越几百上千年的标志性建筑 公拍摄而制作的需要 在影视基地的建设上 横电影视基地起步早 发展建设快 各种各样的拍摄场景齐全 所以在人们的印象里 好像只有横电影视基地 在影视基地的建设方面处于垄断地位 其实不然 在山东同样有规模的 场景丰富的影视城 东平水浒影视基地位于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境内 该影视城因为水浒专而出名 主要的拍摄场景也是由和水浒专而建造的 当时在拍摄水浒专的时候 这里被炙巨资打造 被誉为全亚洲绝无仅有的水浒大寨 水浒影视城在拍摄水浒专的时候打造的巨型宋代战船 将达15艘之多 规模之大 场景还原度之高 让影视城在2010被评为山东旅游最震撼旅游演绎 山东旅游年度施加景区 据说这里将被建成全亚洲最大的影视城 东平水浒影视基地 房源600平方公里 大概奔为水浒影视城 水浒大寨 东平古城 昆山影视拍摄区等40余处影视拍摄区 在东平水浒影视基地内 建筑主要以唐宋建筑为主 府邸衙门 街区 铺面 市井商家 王延府 太师府等等 建筑 生动在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 影视基地内的建筑考虑到拍摄的需要 从整体建筑到细节处理 工艺精湛 细致逼真 基地周围有四星级水浒度假酒店 该酒店投资1.1亿元 占地100亩这样的投资规模 在我国并不多 还有多座清集以宋代水浒文化为主体的度假特色酒店 基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四A级景区 很多人选择来这里旅游 一部分原因是希望可以碰见大明星 但是 次水浒传拍摄完成之后 少有大明星来这里拍摄影视剧 东平水浒影视基地 主要是基于宋代水浒状的建筑 训练范围相对较窄 将来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这边拍摄影视剧场 继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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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剧场